好我們今天看到這個資金行情 繼續衝衝衝 新台幣呢 今天剛才這個五盤 收在29.45 這個暫時收在這個這個價位 那麼上升了1.63角 那麼你看今天台幣狂升 這個已經超過了1.7角 那麼是連續十一次 已經突破了這29.5的一個心理大關 那麼台幣一直升 到底這一波資金行情 是外資認錯的資金行情 是真的資金狂潮 還是資金狂潮呢 哪些股票是真材實料 哪些股票只是混水摸魚 我們今天一次講得清楚 那麼首先來關心 大家非常關注了 跟我們台北股市息期相關的 當然是疫情的反應 全球的確診人數 這個近六週還是在翻倍 真的要說我們住在臺灣 真好真幸福 不過世界衛生組織 現在目前的官方說法 還是疫情似乎 還是可以控制得住的 那麼美國的疫情正在燒 跟這個川普的選舉一樣 一樣這個抱著頭在燒 目前是超過了這個 已經美國疫情全球的數字 已經超過五十六萬人死亡 那麼在美國的部分 已經超過了十三點三萬人死亡 確診的人數已經來到三百一十一萬人 那麼單日確診人數是飆高到六點三萬人 這個數字還是不斷在創新高 那麼大家都說什麼時候川普會戴口罩呢 最近竟然就看到這個畫面了 川普戴起口罩來 當然是個確診人數不斷在創新高 那麼德州現在考慮要二次封鎖 那麼志祺一直很鐵詞說他絕對不要戴口罩的川普 我們看到他公開戴上了口罩 是不是真的在暗示美國的疫情很不妙 還是要跟民調低頭了 就是連川普都戴上口罩了 那麼一方來看 現在傳出來我們台灣的消息是台積電 現在傳出來向美方爭取 希望可以恢復供貨給華為 因為現在這個出口禁令公佈之後 業界最晚在7月14號之前 可以提出意見表述就是這幾天 那麼傳出來台積電就是跟美國表述 他們來爭取繼續供貨給華為 另一方面來看到今天這個很多買生技 之前說沒有投資台北股市 你沒有買生技 等於你沒有在台北股市混 是這樣嗎 今天買生技股的人是不是就開始很緊張 臉又綠了 怎麼連網友都說 其實他也可以參與 人都是說生技股漲這麼多 有辦法參與嗎 我們來看看這PTT流傳的這麼一張 真的是對帳單 買中天三個月狂漲11倍 既然這網友有本事一次買10檔 大家仔細一看 原來他一次買一股 就花270塊錢 買了10檔 但賺了這麼倍數很多 但錢不多 所以很多網友說 這樣可以財富自由 真是奇葩 總之這個生技股非常非常的熱 從這股市熱到網路上 這個PTT版也是熱門討論的話題 那為什麼說生技股 大家看的不懂 但是很敢買 我們看看其實從上個禮拜四禮拜五到今天禮拜一的行情 大家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天堂掉到地獄 生技股從漲停秒殺到跌停 這是上禮拜五這幾檔這個關鍵指標的股票 像這個信輝 信輝是上禮拜所要漲停 不過今天也是下跌 那麼合一 指標股合一 今天是從上禮拜這個跌停之後 今天是繼續達到跌停 那麼這個信輝的母公司信國 上禮拜你看這個盤多詭異啊 禮拜四這個禮拜五的盤 一開半漲停殺到跌停又拉上去最後下跌 那麼今天還是跌停 那麼中天樣的道理 這個漲停又殺到跌停 如果這個在當天衝來衝去人 這個損失是幾十%的損失很可怕 這就是生技股非常難以捉摸 那麼今天這很多檔打到跌停怎麼操作呢 我們今天現場也請到這個重量級的專家幫大家來解忙 那麼另外一個資金行情的副作用就是新台幣一直升 誰倒楣外銷電視也很倒楣 我們看到這個大力光第二季 這個光匯損就吃掉了他這個6.7塊 這個匯損的這個部分已經高達9億多 那麼這個接下來還有哪些的公司會受到匯損的影響呢 我們待會一一來說明 那麼這個熱錢擁抱的業績股票 大家這個新聞看才會看到一大堆 哇塞 熱錢擁抱那是不是我資金行情 我可以跟著來操作呢 好 我們今天也會一一來說明 那麼另外大家也感覺到 目前內需國旅大爆發 邊境沒有解封 很多的餐廳 很多的飯店都在轉型 這些是你可以投資的契機嗎 好 我們今天一塊來說清楚 不免俗還是要問一下 又是一個新的禮拜一的開始 大家這個股民又重新振作起來 振奮精神 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台股今天這個差不多來到一萬兩千一百九十八點 當然離這個一二六八月是一步之遙 我再問一次 覺得這個月會衝過一二六八二的 幫我們舉牌好不好 幫我們按零 這個月 好 這個月好二十天 2比1 欸 院長也覺得會 我先問一下 唯一覺得不會是微涼 這個月 這麼近的距離 你是非常看好的 就是因為這個月 那因為我覺得整個行情走到目前 的確已經有越來越過熱的一個跡象了 對 那事實上包含就是說 我們之前提到看盤的重點之一是 所謂的高價股 尤其是台股五千金 那其實到目前來看大概只剩下翔碩 股價還在創新高 那其他的千元高價股其實都有一點慢慢進入到盤整 甚至盤跌跡象 那另外來講的話其實行情要衝 其實要有人氣股帶動 那當然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會來談到這個關於生計 這就是盤面最超人氣的族群 可是生計股其實也走到就是籌碼比較凌亂的一個階段 那最後其實就是要靠全值股 不過我認為全值股目前的作用大概就是在外資時而買超 時而又調節 那甚至起貨現貨有一點多空不明的狀況之下 兩手策略的前提之下全值股應該是穩盤 但是應該不至於是帶動行情在這邊大局往上去衝破歷史新高 所以我對中長線仍然是保持樂觀 不過如果是以這個月來講的話 我覺得可能盤面的震盪會加大 短線開始有點亂了 是不是要調節我待會講 中總編有一陣子沒來了 你還是非常看好這個月 是啊因為我永遠都唱兩首老歌 第一首歌英文歌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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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錢在燒 那一樣嘛 那中文歌就是錢在燒 全條繼續在燒 這有中文歌嗎 對 就是血在燒 他可能是錢在燒 這是一首老電影 但是重點很簡單 剛剛慶瑜一戰的強調 我們現在為什麼每天開盤都1.6角 因為央行死守最後一盤 那可見什麼 央行為什麼要死守 因為錢一直進來他才要一隻手 所以只要錢一直進來 那請問不買股票我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那我一直在強調 剛剛會長也講得很好 所以新台幣只要升值恆盡就在 第一個就是看錢 然後再來會長講要強勢股 其實生計股的確 這是內支的強勢股 但是我現在看到外支的強勢股沒死 就內支的強勢股的確生計股 我們大家會聊 的確已經有一點疲態了 但外支的台積電跟聯發科 這兩個營收還是持續在上 而且台積電還在持續創新高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看不出來資金現在有退炒的一個現象 資金還在上 這個副院長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因為這個待會好好幫我們 升級五大看來幫忙忙 你要幫我們解忙一下 升級五好像你看不懂 你剛剛是舉牌覺得會衝過 對因為其實整個股市看起來 包括美國以及幾個比較大的英國德國 其實都一樣 就是說你看他三葉到谷底的時候 後來還是上升反彈 大家都漲 所以這個有點是反映人類經濟行為裡面的 所謂的包覆性的這個股票行為 所以我覺得啦 我比較擔心是八葉 你擔心八葉 我擔心八葉 因為從我們的數字看起來 八葉是一個非常危險到九葉 所以其實從整個股 你們的數字 我們的數字等一下 我們自己有做解封指數 那所以我等一下會秀一張解封指數 給大家看說 為什麼我們會擔心這個 其實全世界最怕的是 我們有沒有可能再遭遇到 三葉掉到最谷底的 另外一個EU的最谷底 對 我們可以現在看一下嗎 我們現在看一下 好 現在講到三月 大家都覺得好久以前是 有可能會掉到谷底 這個我跟大家先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有做一個 這是解封指數 解封指數 其實它有三個成分 對 就是上面這個 這個確診人數 就是剛才主持人報的 對 這個是跟疫情有關係 可是下面有一個 下面有一個康復人數 這個東西呢 就跟我們的經濟復蘇 是有關係的 對 你如果今天 一個國家它經濟 你看它的這個股票 如果上去之後 其實這個國家 它的康復人數的速度會越快 這個是其實在 股票上去康復蘇 對對對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其實老實講 就是國家的人量 跟國家的這些 醫療的這個 釋放的這些 它有可能去修復的能力 有多高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本來非常看好 就是說不可能 等一下我講的事情 但是現在變成有點擔心 不過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析 那另外一個就是致死率 這是在 這個其實是在 第三世界國家 像非洲跟這個 南美洲會用到的 那所以 這一個我們每年都 每天都在算 所以你看到 當解封指數很高的時候 你看倒球 幾乎是成分相關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投資人信心會上去 你看我解封指數下來的時候 藍色解封指數下來 那你如果說 今天再用時間速列去分析 更準的是 我的解封指數 如果可以提前一週益測 你可以幾乎看到 當解封指數在最高的時候 其實就是股票最谷底的點 所以我們本來很樂觀 覺得 因為解封一直在下來 表示說雖然前期還有疫情 可是每個國家 它有修復康復的 尤其是美國 歐洲 所以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對股票 其實影響並不大 所以我們就覺得就是說 它不可能再降到股價 有能力康復 所以股市會上來 所以會上來 因為這個股市的反應 就是整個全球 包括所謂的經濟 包括所謂的等等 政治等等的反應 那可是現在 解封指數有什麼變化嗎 對 那你看看解封指數 我現在這個地方 還沒有劃到底 最近這個解封指數 又飄上去了 又飄上去 對 又開始飄上去 特別是美國 特別是其他的這些 非洲或南美洲的國家 這樣子有什麼影響 這樣的影響就是表示 我們就很怕 因為我們現在的股票 會有回升 受美國影響很大 那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美國其實有一點把股票 overvalued了 也就是說 它overvalued這個股票 等到現在問題就是說 它現在第二次在封鎖經濟的時候 這個overvalued的股票 會產生它所謂的這個 下一波 有沒有可能 又掉回原來這個股體 這個是我們害怕的事情 OK 所以這個指數跟股市是 這個 息息相關 息息相關 然後那個副市長 你這邊看到是 之前都是很吻合的 所以解封指數上 你擔心股市會下去 對 擔心股市會下去 通常解封指數 我的感情 它都是晚它 一到兩個禮拜 也就是股票通常 往我的解封指數 一到兩週 你是領先指標 對 因為我是用這個指標去預測 然後最近剛好下去 最近又上來 所以股市可能會下去 一兩個禮拜好 所以股市應該會有小跌下來 那等一下生計股 我們再來分析 因為生計股又有不同的訊息 這個是整個 全球的解封指數 影響到這些重要的 稻窮指數 這些所謂的大的指數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部分是我們為什麼 但是這個業 我覺得掉不下來 所以我剛才幾排的意思是 到7月底 我們包括剛才講的 我們這些資金都充足 但是7月底之後 從8月開始到9月不敢保證 今天很好 提供另外一個 從這個防疫的 這個我們解封指數的 另外一個觀點 7月底院長覺得 副院長覺得OK 8月要很小心 你怎麼會有什麼 就是我會和你 我會說 我們就先考慮一下 這次 我們下一個 操作的 解封指數